蛤 歐巴要清下去了 诶 怎么卡顿了 我的粉红泡泡呢 嗨哟哟哟 追剧怎么可以少了高速网路传输 少了它可是真的很难看过瘾 而且如果你想要看高画质的影片 怎么可以少了光通讯 什么是光通讯啊 所谓的光通讯呢 它是一种利用光波作为载体进行 数据传输的通讯技术 例如通过光纤或者是其他光学设备来传输 传输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容量大抗干扰力 而且它的能耗非常低 而且重点是什么安全性高 可以说是目前通讯网路最重要的发展里程了 那光通讯除了让我追剧更幸福以外 它还有什么好处吗 光通讯的应用 它可以说是非常的广 除了刚刚提到的电信网路 还有广播电视的应用之外呢 还有城市骨干网建设 而且它还能用在医疗 军事 航太 光学检测 等等等等 都有广泛的应用哦 它带给我们满满的幸福 它可不仅仅只有追剧而已哦 哦 原来如此 是啊 欸 琪琪你在干嘛 我在买光通讯股啊 我要抢先一步 除了产业趋势之外啊 技术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哦 我们把专业的问题先听看看 熊哥怎么说 抓住主流强势 选对标的 才能轻松获利入带 光通信以及 散出型封装技术股 影片到最后 我要跟你说 怎么操作 欢迎收看熊哥看台股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盘 在礼拜五非常精彩 因为礼拜五是这个礼拜 下跌的一个幅度 比较大的一天 它这个地方 礼拜五跳空下跌 跌了400多点 那么跌下来之后呢 这个地方呢 它已经出现了一个跳空缺口 跳空缺口 那这里也一个跳空缺口 所以这个地方跳上去 这个地方又跳下来 这里有点像一个 V型的一个岛形翻转 如果要打破这个岛形翻转的话呢 基本上 下个礼拜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的位置区 要把它往上来做回补 那目前的价位呢 在24130 也就下个礼拜呢 大盘指数呢 要占回到24130 如果占不回到24130的话 大盘就会转弱 那大盘一转弱的话呢 对于大型的股票呢 相当的压力非常大 包括像台积电啦 鸿海啦 联发科 如果大盘一旦拉回 这些股票压力会很重 而且呢都会有下跌的风险 这个特别要注意 所以 下礼拜特别注意到24130 这个点位 虽然大盘呢 短线上它可能 没办法回补上面这个缺口的话 它可能会做一个拉回 但是呢 其实中长期的趋势还是往上 只是说这个大盘 如果一旦回档的话 那它也会 会拉回到什么位置去 持续来跟大家做追踪说明 所以你持续锁定我的这个节目 我会跟大家做一个分析跟报告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什么样的个股在这个震荡过程 有机会再度的一个领先在走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精彩科 散出型封装 那么散出型封装呢 它 崛起的原因就是因为 它要来解决这个摩尔这个 摩尔电力的限制 因为摩尔电力 它说每两年呢 电晶体的效能会增加一倍 也就是说从7奈米 变成5奈米 那接下来到1奈米 越做越小 越做越小的时候 摩尔电力它有一天会失效 那么在这种失效的情况之下呢 什么东西可以打破摩尔电力的 这样子限制 那也就是黄仁勋呢 他认为 黄仁勋他认为呢 就是散出型封装 在先进封装这一块 那目前先进封装的主流是COAS 散出型封装呢 原本在2026年 为了要解决这个摩尔电力的一个限制 大量要做推广的 但是因为现在COAS的产能已经满载了 满载的情况之下呢 他开始在推这个散出型封装 那我认为散出型封装真正的指标股 就是这一档个股 3535的精彩客 因为他本身他有做 晶圆型的散出型封装跟 面板的散出型封装 他两个都有做 那目前看起来他的股价呢 在这一波来讲的话呢 股价连续跳两根涨停板后 礼拜五再供到一个涨停板 那目前来讲 他的股价这一波已经涨 你会觉得说涨一大波了 但是这种涨一大波的股票 基本上呢 这个跳空有一个两个跳空缺口 短线上这两个跳空缺口没有回补的话 都属于中期呢 中期呢走多的格局 为什么我说中多格局 就是因为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4月份 他的营收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一倍 5月份成长了5倍 6月份成长了16倍 我认为7月份他的业绩 接下来都会出现倍数成长 只是说有没有可能成长20倍以上呢 这个东西后面再观察 至少呢 他的业绩能够成长16倍 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家公司的产业性的结构出现了大转变 所以股价才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跳空上去 这两个跳空缺口没有回补的话 中期多头的格局没有改变 这是3535的精彩科 散出型封装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档股票 下一档个股是石塑 石塑工业呢 基本上是做汽车跟航太工程 那算是一个精密的工程 那这家公司呢 他基本上他有跨足到散热的领域 所以散热这一部分呢 他有可能接到大厂的认证跟订单 那么尤其我们可以看到他去年一整年赚3块钱 今年第一季赚1.47 所以这家公司势必 今年会超过3块钱以上 也就是这档个股的EPS 可能会挑战6块钱到7块钱 所以这档个股目前在那边做个增盪整理 拉回这边涨上去 这一波拉回这边震盪整理 然后现在又要开始往上攻击了 那也就是这档个股呢 我认为呢 在基本面的配合情况之下 他股价可能会在前波高原这边做个震盪 震盪完以后 一旦量缩完以后 他还有机会再往上涨 好所以像这种股股可以留意到技术面来讲 这一根长虹的低点没有破的话 他都属于多头形态的一个高姿态的整理 这种高姿态整理呢 未来都有机会再往上面创新高 所以也是一个特别留意的一单股票 股海茫茫起伏多 让你举期不定吗 别怕 让熊哥带你一起看台股 我发现熊哥比我的欧巴还帅耶 我看啊 是因为熊哥可以带你赚钱 好让你买新手脊椎欧巴吧 哎被你发现了 那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而且也别忘了要开启小铃铛 想知道更多的投资讯息 别忘了加入熊哥的line at atok17168 atok17168 也可以拨打专线电话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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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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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